欢迎收看东森午安新闻 我是韩佩颖 26号的死亡率突破了新高 也突破了陈时中部长的期望值 有专家就说了 死亡人数通常会比确诊数稍晚来的增加 像是黄霖就表示 死亡的高原期要来了 至少很有可能会维持两个礼拜 而另外一部分包括了苏毅仁也说了 这一波死亡数 他认为很有可能会达到了多达1万人 而另外这一位也是专家医师李彬仪表示 死亡高峰将会在流行曲线高峰之后的几周 像9月份才能够正常生活 预计是最乐观的估计 好 快速投药至关重要 要来关心累积到了5月26号为止 抗病毒的口服药给药率持续的低迷 不论是从确诊数还是采购的数量而言 您可以发现领药率都只有8% 第一线的医师就说了 病患还会持续在增加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的口服药的数量恐怕是不足的 而且许多的医师担心的是 药物会发生了交互作用 要花时间来调阅病例 所以比较不愿意开抗病毒的口服药 才会造成了超低的给药率 儿童疫苗开打之后 屏东出现了接种的人潮 像是接种站的现场 您可以看到大排长龙 还有人是凌晨4点多就特别赶来排队 有家长是因为在北部地区预约不到 像是新北施打了疫苗 要等到下一个礼拜了 所以现在儿童疫苗包括了诊所 预约都是额满的 北部预约不到怎么办 所以家长们从北部带着小朋友 冲到了南台湾屏东来打 还有小朋友一边排队 一边线上上课 有小朋友太紧张了 打完疫苗之后还晕针紧急送医 最近家长们真的是担心又恐慌 因为儿童染疫 引发了脑炎致死的情况 持续的增加当中 而根据了最新的数据 目前至今已经有16例的儿童重症个案 当中7例脑炎 而专家就指出了 国内的儿童严重脑炎的发生率 达到了万分之一 呼吁家长应该要尽快地 让孩子来施打疫苗 避免染疫 受到了疫情的冲击跟影响 让观光旅游业者真的是较苦连天 尽管交通部争取了 振兴经费60亿元 有55亿将会用在观光产业 还有观光游乐业 住宿最高可以折抵1300元 目前是规划9月份上路 不过9月这么样的时间点 让不少的旅游业者都直说了 拖太晚 就怕到哪一个时候 业者已经撑不住 台北饶和夜市一家知名的 药盾排骨店 遭到了4名顾客 破漆丢置了桌椅 吓坏了其他人 而事后嫌犯的各自 搭乘了计程车逃逸 又再度会合 7个小时之后落网 嫌犯公称是因为他们认为 店员的态度差 但警方认为案情不单纯 将持续追查 我们的独家报导 在新竹有一名成心妇人 花了将近2000万 买下了新社区的酒楼一户 不过她发现了酒楼 唯一的一座缓降机 是装在她自家的阳台上 所以让陈太太就很担心了 假设说她不在家的话 那么谁来协助逃生呢 更害怕有心人士会用逃生的名义 擅自打开了她家的家门 要来看看建商怎么回应 中午最新台中 新营22年的老牌 婚宴会馆桥园饭店 贴出了公告宣布 营业到6月30号 饭店的负责人表示 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婚宴还有聚会 纷纷的延期跟取消 定桌数大幅的减少 让业者不断的亏损 才决定要收掉 高雄这一名男房东 把自己的房子隔成了四间房间 一间他自己住 另外三间就租给了 另外三名的女房客 这一名男性房东知道了 每一间分租的房门的 电子锁密码 被指控从去年7月份开始 到今年的5月份 多次对女房客性骚扰跟性侵 被害人不甘受入 报警抓人 检报认为这一名男性房东 有再犯之于将他生压获准 家长们也非常关心的是 5到11岁的儿童疫苗已经开打了 而因为可能会有后遗症 所以儿童打疫苗的前后 应该要怎么样吃呢 有营养师就建议了 像是小朋友打疫苗之前 避免要空腹 而且要多喝水 并且要正常作息 跟均衡饮食 而至于在儿童打完疫苗之后 也是要多喝水 另外一方面就要来摄取 抗发炎的食物了 像是蔬菜一定是要多多的来摄取的 另外一方面也要避免含糖的饮料 也最好不要吃太咸跟太甜的零食 还有食物 避免身体发炎 再来这个状况 让很多快塞阳性确诊的民众 感觉蛮头痛的 因为治疗的方面是中西医都可以 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 快塞阳性经由了医师判定确诊 从昨天开始上路启用 诊所纷纷出现了乱象 像是有民众直接拿着阳性的快塞试剂 冲到了诊所 让医护人员是非常的头痛的 而另外假设说 您是快塞阳性确诊的民众 只能够找西医 因为目前中医是没有办法来帮忙 判定确诊 所以执行上也出现了一些执行上的困难 连日下大雨殃及了花莲瑞穗的奇美部落 因为崩塌的土石压坏了他们唯一的自来水的管线 已经超过了一个礼拜 所以在部落里头 民众只能够用脸盆来接水 进行简单的梳洗 国民党提名立委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 他第一个拜会的对象是前总统马英九 对其他政党形容他是马英九2.0 或者是小马英九 蒋万安回应说我就是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发表了 对中国战略重要演说 他强调美国的意中政策没有改变 不支持台独 不过批评中国日益升高对台湾的威胁 美国将会扩大联盟来加以阴影 一连串中午的最新消息 高雄市卫生局金船有一名员工坠落 这一名23岁的男员工是从8楼坠落身亡 台南一名黄姓的清洁队员 在工作时跌倒昏迷 开脑急救之后入住到了护理之家 家属控诉说住不到三年 身体越来越糟 还多次进出了医院 身上有多处的伤口 体重也从75公斤掉到只剩下了29公斤 成了植物人最后过世 家属把遗体冰冻8个月 控告护理之家害命 而护理之家表示 全案进入到了司法程序 他们不再回应 台北市长柯文哲 证实他的儿子还有女儿确诊 甚至柯文哲的儿子还发高烧送急诊 但是网友们质疑 为什么发烧要送急诊呢 是不是浪费了医疗资源 对此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 上午回应说 柯文哲的儿子是发高烧烧到失去了意识 连陈佩琪都是医生 都被吓到哭了出来 本土确诊病例每一天是以数万例来暴增 让医护人员真的是几乎快要崩溃了 中央原本要放宽专责医院的护病笔 让基层的医护人员也相当的反弹 像是这一位是台湾护师医疗产业工会的理事长 陈玉凤拿出了确诊的护理师 因为人力不足被召回了医院 但休息的时候只能够拿纸盘来打地铺 痛批是根本不把医护人员当人看 国考月有部分的考生 一年就把握这么一次机会来应考 殊不知在考前确诊就不能够补考了 对此国民党立委批评考试院满憨无能 而考试院被立委骂翻了之后 仍然坚称不会有个别的补考 因为这涉及全体考试的公平性 台北一名廖先生在博客来买书之后 接到了诈骗集团电话 说被错误设定重复下单了 所以要缴12万元 诱骗廖先生到ATM来解除设定 幸好远景及时阻止